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已经告诉你实话了 你还要想歪我也没办法 这就是你要给我的答案 我不知为什么 你从大都回来以后 不管我怎么做 你都觉得不对劲 好嘛 以后我不敢做什么事 我都先问过你 这样可以了吧 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必须大声说话来沟通 早知道我不要来吃这顿饭了 不要走那么快嘛 来 帮你拍下照 别动 下一个 来 我说不要拍啦 你归宵拍下照不会走 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不要拍啦 你 你 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看不出来 你应该拿面镜子 看看你现在的德性 我真的是搞不清楚 到底你心里在想什么 全部都坏了 相亲摔坏了 可以找一只幸福 但是你的心呢 找谁去补贫了 行 别这个样子 你至少还有我啊 你喜欢拍照 喜欢做什么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留在我身边 我什么都愿意给你的 你到底要是吗 我愿意给你什么 我除了来看看这拍拍照之外 什么都给不了你 你知不知道 你可以的 只是你不愿意给我而已 我只希望你能用心爱我 像我爱你一样的爱我 就算你心里还有别人 你只要给我一个空间 一个可以容得下我的空间 这样子我就买平了 对不起 我办不到 我不想骗你 我不想到时候答你什么事情 然后到时候做不到 我不想伤害你 你懂不懂 我不懂 那我们在一起干什么 一场游戏 还是说你把我当成是后补 那我算什么 你以为你对何雨桑很好 那你怎么不去想想 那算是做朋友的态度吗 你不但不能解决问题 还制造一大堆问题 就算你认为我 你不能解决 我感觉我 也不能解决 你真的能解决 就算我 你不懂 想我 知道正在路密的 人 你别觉得 好 ジó 选手 能怎么 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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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什么呢 你呀 我们认识也很久了 我对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要聊我什么 我好像只知道 你是这样的好朋友 其他的随便你聊 如果要从我有记忆以来 开始聊起的话 聊一个月也聊不完 那就来些开心的事吗 那就难了 我这个人 没有什么快乐 开心的事可以聊 可凡 怎么了 你可以帮忙 劝劝你阿姨 对真雅高抬归手吗 我知道我这样说让你很为难 可是你也了解真雅现在的情况 她没有别的要好的朋友 只要你才能帮得了她 我们不谈这个好不好 就当我没说过 你好了没有啊 要来不及了 好了好了 怎么样 不会太失礼吧 你真是穿什么都漂亮 都几岁的人了 哪像你说的呢 我从来不说假话了 好 走吧 要不然就来即发表会了 今天可是很重要的日子 又怎么了 你成熟了 我记得 以前要带你参加宴会 你总是推三主持 想尽了各种理由 能不去就不去 有一次你说你生病了 我不相信 差点害你 不得到医院去打电梯 今天你倒是很稽质 环境不一样了吗 人总是要成长的 照你这个成长的速度 哪天我会突然发现 我已经插你一大劫了 想追都追不上 你夸够了没有 我不是夸你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最近有深刻的体会 做呼吸的 如果不能一起成长 那会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你怎么不带你手势 这样看好担保 我不想太累赘了 好 来走吧 来不及了 请问这和宇章女士吗 我就是 这是那个刘鹤白先生 请我送来的手势 那请你点收一下 我 island的声员 这和宇章的人 我亲爱的 还 justice 不是 这和宇章的人 有宇章的人 都打算 这和宇章的女士 就是 就是 到这个人 希望 妈 你的儿子来看你了 你在天上好吗 你看到我为你做的一切 我就快要完成 你深情的心愿 可是我却爱上 不应该爱的女人 她 妈 你告诉我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到底应该怎么做 客帆 你是客帆 你是奶妈 客帆 你才能是客帆 我的巧客帆 好久不见了 你深情好吗 好 看到一层高兴 你才来看我妈妈 每年她的记录我都来看她 她真是好 奶妈 你现在住哪里 怎么那么久都没跟我们联络了 我住得很远 我也过得很好 你不要来找我了 为什么呢 我们好久没见面 我好多话想跟你聊呢 客帆 你回去千万不要告诉阿姨 你遇到我了 知道吗 为什么呢 反正 反正 你不要跟她说就是 你阿姨也不是什么坏人 只是被报仇的心 沿没了自己 其实你阿姨也是个好人 奶妈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得我 而且跟我阿姨有关 别问我 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 对 对 阿姨一定有什么事情不想让我知道 而且也不让你告诉我 对不对 奶妈 我心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疑问 我不知道该问谁 那年 当我阿姨从国外国来的时候 那你就突然说要离开我们家 那从此就没有音讯 奶妈 你知道我从小就把你当作我妈一样看待 可是你竟然这么一声不响就走了 然后 然后就把我一个人留在那个屋子里头 我被灌输的 就有报仇 就有报仇 你怎么忍心呢 奶妈对不起你 你千万不要怪奶妈 也不要怪你爸 也不要怪你阿姨 他们都是可怜的人 不 他们不可怜 可怜的人是我 可凡 你父亲一直对你母亲很好 连那雷夫人都很善待你们 奶妈你怎么这么说呢 这些年你又不在 你干嘛要替他们说话 你干嘛要替他们说话 要不是你阿姨当初不肯放过你 你早就自己离家 就不用背负这可怜的身世 奶妈 你说的是真的吗 就是谁谁 这些人会这样 因为我会不得不 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这样 因为我会不得不怕 請 請 謝謝 漂亮 怎麼會不漂亮好漂亮 喜歡 我們家客帆那 保證你也喜歡 好啊 那我們就約時間了 好 好 好 拜拜 怎麼了客帆 什麼事不高興啊 阿姨 我這 幹嘛啊 什麼事吞吞吐吐的 說 阿姨 我想知道 他們雷家以前是怎麼對我們的 是不是有什麼事情 你沒告訴我 你瞞著我 我怎麼會有什麼事瞞著你啊 你在懷疑什麼 不是 我只是今天 好了啦 不要成天胡思亂想的嘛 可凡 可凡 你也三十好幾了 現在事業有成 阿姨給你介紹個對象好不好 這個對象呢 最好是要有政治背景 或是經濟背景 這麼一來 不但可以完成你的婚姻大事 對你的事業也有幫助 阿姨 我不想結婚嘛 為什麼不想結婚 你難道要像阿姨一樣嗎 阿姨當年是為了撫養你啊 你不一樣啊 你是劉家唯一的男孩 你必須要繼承劉家的香菸呢 阿姨我 我現在還不想結婚嘛 不想結婚不想結婚 你是不是為了何宇桑 阿姨你說哪去 我不會 我只是現在還不想結婚呢 好 算阿姨多疑 那可凡 阿姨幫你介紹對象 你也不要排斥嘛 我一定會幫你找溫柔婉約 美麗大方 配得上你的對象啊 阿姨我們先不要談這些好不好 阿姨 我還是不明白 原來現在我們的計畫 都已經慢慢已經達成了 那你為什麼不讓我 把話跟雷家說清楚呢 我要讓她知道我自己人所受的苦 我要讓她好好看她表情 現在實際還沒成熟 到時候 阿姨會告訴你 可是 是 好了 我肚子餓了 別可視可視的 換衣服吃飯去 我肚子餓了 立場 立場 這 請 請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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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需要幫忙嗎 我真需要一個辦公室 不知道你會不會願意 我做辦公室 大大小用吧 話說得好聽 但總比一個人找不到工作 無所事事強得多了 說不過你 對了 你模特兒怎麼都沒有人了 像我一樣都被你開除了 他們都去了別的設計師那裡了 怎麼 你不堅持下去了 關門大吉了 錯 恰恰相反 我不明白 因為我準備跟幾個模特兒 搞個很大的項目 好 恭喜你了 大展紅圖了 還沒更準 不會 你決定的事情 我對你有信心 沒有人阻止得了你 別再說下去了好嗎 我要說什麼 她 放心吧 你不希望我提的人 我不會提的 起來 幹什麼 起來嘛 幹什麼 做我的模特兒 好久沒有做你的模特兒了 好像回到以前一樣 別胡思亂想 胡思亂想 再不胡思亂想 以後還有機會嗎 你怎麼這麼說呢 你回了安徽之後 又不是不回來了 要回來怎麼可以不回來 不回來的話上海的女孩子 都跑到我老家去 把我老家姐的水線不通 那該怎麼辦 我爸媽很保守 你知道的 我爸會受不了的 上海沒有美女了 你少臭美了 說真的 我如果真的不回來的話 你會不會想念 這個遠方的朋友 算了算了 讓我自己猜吧 明天我就要走了 明天那麼快 一樣啊 反正現在也沒事做 對不對 趁現在還沒有後悔之前 先離開 免得想清楚了 到時候又捨不得走了 我是可以等 來 轉個圈給我看看 怎麼樣 你設計的衣服 加上我完美的體格 看起來是不是完美無缺 你看看你 身上一股味 應該幾天沒洗澡了 學你的 你以前都不洗澡嗎 爸爸 好 我的事 你考慮得怎麼樣 你搞的服裝我也不大懂 你看這沒什麼問題 你大膽的幹 我會支持你 真的 謝謝爸爸 不過我可有言在心 我是只負責出資 剩下的事你自己負責了 你什麼都不要過問我 自己的工作還忙得不可開交呢 我可玩不動你什麼服裝的事 爸爸我這次是認真的 不是玩的 對 認真的 爸爸 我有一件事 就一件事 你可以幫我嗎 什麼事說吧 我想如果事成了之後 你幫我做一張邀請卡 因為我想多認識一些同行 共同進行這項事業 行啊 你讓我下個水 雷震呀 雷震呀 你又是雷震呀 你對得還不死心 爸爸行不行嗎 不行 要去的自己去嗎 為什麼非得讓我露面 我就是不能出面嘛 你怕他拒絕你 你得小心眼瓦不清楚 爸爸求求你幫我 爸爸 我都讓他不要再到上海了 你讓我怎麼 再跟他開這個口呢 那你就收回成命嘛 你是長輩啊 他是晚輩 他不會怪你的 一個是頒強 一個雷震呀 我就 看不出來這兩人 是哪一點吸引了你呢 每次都是這個樣 你又不去面對 這總不是個辦法了 我會不會再到外面 我會想見一下 你覺得我的感想 他們差一點 有誤會 我會想見一下 你早就沒回到 你覺得我 除了 你去噩會 你是不是想送我进去了之后 还要看着我走 我就是想尝试一下 送人走的思维 拜托 我是回去看我爸爸妈妈 很快就回来了 我们又不是不再见面了 我警告你啊 千万不可以哭啊 你哭让我舍不得 我就不走了 你少臭美了 我才不会为你哭呢 真的吗 说得那么肯定啊 不过话要说回来 我们之间的变化 到底是让人开心的 还是我应该要难过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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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 on 谢谢大家 aqui 嗯 从正义发表会回来了 你却不再跟我说话了 我知道你在笑什么 你误会了 我跟柯凡真的没什么 我不知道他会送珠宝给我 不用再说了 我只想知道 为什么我送给你的珠宝首饰 你不肯带 你说嫌累赘 我相信你 就这么巧 刘克凡偏偏在这个时候送你首饰 你给我的那些首饰 在你走了以后 为了过日子 我已经拿去卖了 这我也不会怪你 那批珠宝首饰值好几百万 也可以让家里好好过一阵子 可是我被骗了 那个珠宝上都跑了 我就是因为这样 才出去找工作的 这件事 我不是故意要瞒你 我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跟你说 如果你早一点告诉我 我可以想办法把它弄回来 当然我现在没有以前的条件 但至少我不会太委屈你 再说这是我们家里的事情 他一个外人那么清楚 我这个做丈夫就蒙在鼓里 怎么 他是故意在跟我炫耀 他跟你的关系是不是 郑阳 克凡是你的朋友 是你临走交代我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都可以跟他商量的吗 对嘛 是我自己引狼入室 我活该嘛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那些珠宝我不会要的 我跟他真的没什么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们一起去找他 把珠宝还给他 当面说清楚好不好 我去干嘛 再给他机会当面奚落我 郑阳 我累了 睡觉吧 客凡 我跟吴妈妈不坐电灯泡了 你带吴小姐到处去玩玩 好 那我们走了 好 妈再见 何小姐 你知道有位叫冯进的画家 他是大陆日本出名的画家 你知道 你知道就好 是这样 终于我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 他想收藏他的画 钱不是问题 所以呢 我想找个人帮我去大陆 跑一趟 把他的画买回来 你帮公司跑一趟好不好 去大陆吗 不要 你平常有没有什么嗜好 什么兴趣的 没有啊 那 你要去看电影啊 有没有什么电影想看 随便啦 你要不要唱卡OK啊 随便要唱歌 很少去 那累不累啊 要不要找地方坐坐 好啊 好 好 吴小姐 你叫我小娟就好了 小娟 小姐 我们这样子漫无目的地走不是办法 你走两个多小时了 你真的没有想要去哪里了 好 我有个地方还不错 我们去那好不好 好啊 好 来 我们走 来 去哪里啊 我要把这个地方还给你 这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你是好意 可是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不能收的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上次你手势被骗 我觉得我有责任 而且你不是要参加那个陈怡发表会吗 你不能不带手势 来来 说下吧 上次的事情是我自己不小心 又跟你无关 你这么说我更觉得过意不去了 如果多留意一点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没有关系 收下吧 客房 我真的不会收的 你拿回去吧 我们老板跟我说 有一位客户 想买一个大陆画家的画 那你让我去看一看 好 那很好啊 你答应了吗 我还在考虑 考虑什么呢 这个机会很好你为什么不去呢 我知道 说真的我也很想去 可是 你是在担心 这样他会反对是吗 我是担心家里没人照顾 你没聊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套原生气了 你快去把他追回来啊 这 你快去嘛 这 הב媳 哎 柯傻 你 早上 你快去不出来了 你快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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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快去哪 那你快去哪 我去哪 你快去哪 數字幕提供 拍攝 這裡喔 謝謝 謝謝 李先生 這是劉先生 您應該認識吧 認識認識 不但認識而且還很熟 這樣子 那就好 那就好 李先生 我們那天談的那些事情 不好意思 劉先生 我剛才已經跟劉先生親了愛了 不過既然你們是好朋友 那就好商量 我有事 我先走了 你再慢慢聊吧 好 李先生 那不送了 再聯絡 李先生 李先生 我跟你到底有什麼深仇大坑 你非要趕進啥局啊 雷先生 公務職員 這是公務場 他告訴我為什麼 什麼為什麼 難道你爸沒有教你商場上沒有勤奮可言嗎 這是 雷董事長屍骨外寒 整個事業都辦在你的手裡 如果他在天之靈 知道自己一手調教兒子 我竟然是這麼沒有 我都替你惋惜了 劉快 好吧 看在過去的家情份上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早起的鳥兒有怎麼吃 跟在別人屁股後頭 你吃什麼 我咬到人屁股後頭 你吃什麼 你真心 我喝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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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什麼 我喝什麼 我喝什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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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一定是台湾最大的腹地跟产品的来源 再说你这次不去 也不会减低你的专业知识跟技能 何必急现在一定要去呢 好了不谈这个 前两天 麻烦你上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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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mm 站住 阿姨 还没睡啊 少这么稀里笑点的 我问你 你那天把那家吴小姐 带到霍郎去什么意思 吴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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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那天你不是 这不我不要到公司了吗 我就陪她去逛逛 好啊 就去逛逛逛 路上逛了两个多小时 走就走就 鞋子都快走坏了 还不知道要不要去哪里 这么就到霍郎附近 然后我问吴小姐 什么意思 要去哪里 她没意见啊 所以我们不说 好 我们去看她画好不好 然后就去看她画 你少带着跟我胡扯 你根本就借机会 去看何有丧啊 故意冷落人家吴小姐 没有 我给你讲 这你不相信 我没办法 我不是不相信你啊 你实在很过分的 克帆 你要不喜欢人家吴小姐 你可以告诉阿姨 我那很多人选嘛 你知不知道吴太刚打电话来抱怨 说人家吴小姐 你那天回到家里哭了一晚上 好了好了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我对不起好不好 对不起对不起嘛 对不起对不起 就跟小孩一样 这小子说对不起 你不是说我在你眼里头 永远都是个小朋友小孩嘛 对不对 小子拿我的话来读我 好了 这边有很多人选 你自己慢慢地挑 明天我跟你约着江小姐 江小姐你是见过的 你不要到时候 给我玩什么花样 听见了没有 阿姨 自己看啊 我去睡了 哎呀 是我阿姨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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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老婆呢 哎呀 喜欢不喜欢 我也喜欢 哎呀 这个老婆 给你很香 不知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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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